咱们今天看这个车 领跑的C10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领跑一直是闷声发大财的一个牌子 因为销量始终卖的可以 你像10月份就月销直接就干了18,000 量大 但是价格还挺低的 然后今天我找了一个这个颜色 为啥呢 因为你看看墨绿的颜色 你看看整个的这个环起来的这个车灯 你再瞅一眼这个内饰的颜色 你感觉像谁 像不像理想的L7 是不是有点那个小号理想的那个味儿了 但实际上它的车身尺寸只有4米7多 然后它的轴距在2米8左右 它有纯电的 也有增程的 网上大家不就是说嘛 说能把增程价格打下来就看领跑了 但是我跟你说啊 领跑前阵子拿了一个大投资 你看了呗 搞了一个大手笔 就是他跟那个斯特兰蒂斯集团给他投了15亿 斯特兰蒂斯集团是谁呢 马莎是那个集团的 什么标志啊 雪铁龙啊 鸡婆都是那个集团的 其实他们的这个合作很像什么 很像就是大众和小鹏 奥迪跟知己的这种合作 实际上它这次是国内首发 人家之前在慕尼黑车展的时候 就已经首发过了 它都已经亮相了 这个车就是主打的就是一个家庭用车 所以说应该说上了以后啊 亮肯定是挺大的 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这个脸 它其实说是星环灯 但是你要知道星环灯的那个成本 其实还是挺大的 只是长得像而已 它中间的这个灯 还是断开的这种感觉 然后它下边是一个散热口 两边还是就这种 有一个包角的这种设计 正常咱们往后走 你看它整个的侧面 都给你用了一个这种高亮啊 然后也是坐的隐藏的这种门把手 真的哎 你就隔着这看 然后你就看里边 你是不是觉得怎么那么像理想 是 然后再来看一眼车尾 其实车尾的这个就是圆圆的这种感觉 就也有点像理想的那个味道是吧 实际上你坐车里你看看屏幕 你也能够找到那么一点点相似的影子 你看家庭用车 直接这后边就给你塞了一个儿童安全座椅 知道吧 L7椅子不就能这么放吗 就整个副架这么倒下来 就跟整个后排的椅子连的跟个大床似的 它也是这样的 精华都已经在了 你看是不是就除了这儿没有那个屏 是不是特别像 还有它自研的一个电区的架构 然后在这一台C10上 它有一个叫四叶草的一个架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它是一个中央集成式的一个电子架构 就是它把N多的模块 就全都给你放在一个超算的模块里边了 你理解啊 这件事也简单 就很像啥 很像领导给你们开会 不是说给你一个议题 让你们一窝蜂的跟那儿讨论 讨论不出个结果 它就直接告诉你了 谁干啥 就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 懂了 二排位置已经调完了 前面是一个一米八的男士 他要调完那个位置 然后你看 其实这家庭用 这大股堆绝对可以 这其实就是一个中级的一个SUV 然后它这边 这扶手特别到 这扶手不像人家似的 给你两倍架 它这个给你挖垒这么大的 我感觉很像 就是小孩小的时候用的那种 就是保温的那种水壶 它的一个托 然后你看上面 其实它也是一个天幕 但是它是一个有张帘的天幕 它虽然不能开启 但是你就瞅 这头枕 你看这是不是挺眼熟的 你看这门拉手啥的 是不是挺眼熟的 反正我觉得这车还行 就是它是要比411小的 咱们不说了吗 价格应该就在十几万 我感觉能卖的不错 你看这台车 它的就是大灯已经开了 实际上你就能够看出来 它并不是这么一个 前面的一个星环的一个样子 还有就是脑袋顶上 是有激光雷达的 别忘了 所以说支架也是可以的 它其实从哪能看出来小的 一个是你站在侧面的时候 你看它车头的 这个高度的位置 你能够看得出来 然后都给你用的这种 枪灰色的轮毂 登陆普的胎 这个轮毂是一个 20英寸的一个毂 然后后视镜也都做了这种黑化 然后这白色车里边 内饰颜色也好看 它是这种就是浅紫色 加黑色的这种拼 反正我觉得呢 那台车向理向L7的配色 其实只是为了增加一些 话题度而已 如果说作为咱们车主来说 我觉得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高度相似的 是吧 咱又不是买不起那个车 然后你看啊 刚才说了那个后座的水壶 你看 那包括放腐蚀的这个小碗啊 和牌子的这种 大的保温水壶 都已经放在了这个位置了 后备箱也是一个 垫的一个尾门 然后打开之后 你能感觉一下啊 这个开口的高度 其实还行 就是也不算特别的高 然后里边的面积也可以 然后打开之后 下边它是有那种分隔的 一个小隔层的 就是该有的灯啊 一些挂钩的一些位置 包括上面的那个旧帘 都能给你挡上啊 放点贵重的东西也没事 它跟理想在一个馆里边 然后你看啊 这个绿的 包括这里边的内饰 是不是感觉很像